总裁无意间看到瞎子老婆脖子上戴的月牙项链 竟和十年前救命恩人送给自己的项链一模一样 总裁万万没有想到 自己一直嫌弃的瞎子老婆 竟是自己一直苦苦寻找的白月光 原来15年前 总裁还是一个一无所有的小乞丐 由于饥饿难耐 偷吃了早餐店的一个包子被老板惨打 这时走过来一个小女孩制止了老板 并帮小男孩付了包子钱 女孩看小男孩可怜 把自己的早餐送给小男孩吃 还把自己家祖传的满月项链 送给小男孩 一人一半 对小男孩说 明天你带着项链在这里等我 自己会让爸妈来收养你 这样以后就不会被人欺负 可女孩回家后 当天晚上家里就发生了重大变故 女孩没能实现自己的承蒙 20年后 男人通过自己的努力一跃成为了当地赫赫有名的首付 并一直派人寻找当年救自己的小女孩 这边女孩因为十年前的一场事故 眼睛已经看不见了 这天 女孩举着拐杖正在回家的路上 刚巧碰到了总裁 总裁一下摔倒在地 旁边的保安一手将女孩推倒 女孩摸到自己的项链掉了 于是赶紧摸索着地上寻找项链 总裁也捡起地上自己掉落的项链 等总裁转过身来 女孩已经将项链放了起来 等女孩走后 总裁看着瞎子女孩的背影 竟莫名的有些熟悉 可总裁不知道的是 她就是自己的救命恩人 两个人就这样错过了 女孩回到家 竟然听到自己的男朋友和闺蜜偏离了轨道 女孩惊恐不已 手里饭盒也随之掉落 渣男看到女孩回家 还甜不知识地谎称自己在刷视频 让女孩不要误会 可女孩称我眼睛是瞎了 可尔朵还不聋 闺蜜健壮也不再隐瞒 称自己早就和你男朋友在一起了 只是你是个瞎子 不知道罢了 女人愤怒不已 并对渣男说当初是你死皮赖脸的追我 我才被你打动的 是自己识人不清 渣男却翻脸不认人 称要不是看你好把控 又舍得给我花钱 你真以为自己会喜欢上一个瞎子 两人还谋划着将女孩送给一个油腻又好色的兔头 来得到巨额的报酬 第二天 男人将女孩弄晕送到酒店 并给徐老板打去电话 然后就离开了 好巧不巧 这时的总裁也被商业对手陷害 往酒水里下了药 总裁恍恍惚惚地进错了房间 看到床上的女人便扑了过来 就这样 两人有了一夜的交集 第二天 女人醒来 由于自己眼睛看不到总裁 女人竟以为自己真的睡了一个油腻又秃头的老男人 伤心之余 女孩赶紧地拿着衣服溜了出去 女人走后 男人也恍恍惚惚惚醒了过来 两个月后 女孩来到医院竟然检查出自己怀孕了 女孩本小哥打掉 可医生却说以你的身体状况 流产很可能会导致大出血 女孩只能留下孩子 这时 女孩的人渣男友找到了女孩 称竟然被你这个瞎子给骗了 自己什么都没有得到 两个月前你竟然睡错了人 当时徐老板进入房间时 里面躺着的竟然是圣池 女孩一惊 圣池不就是龙川的首富 传闻中的恶魔吗 渣男夺过女孩手里的检查报告 净两天大笑 称你竟然怀了圣池的孩子 有了这个孩子自己以后可就吃喝不愁了 于是 带着女孩来到圣家准备好好的敲上圣家一笔钱 渣男带着女孩来到总裁面前 说两个月前 你在地豪会所夺走了我女朋友的第一次 总裁一听想到了两个月前确实发生过此事 渣男说两个人即将结婚 竟然发现女朋友已经怀孕两个月了 并向总裁索要三千万 不然将把总裁的丑事公布于众 总裁冷冷一笑 并不理会渣男 还命人把男人的脏手给废了 渣男没有想到自己偷鸡不成十八米 总裁看着眼前的女孩 女孩手紧张的直哆嗦 可男人称即使你怀了我的孩子 自己也不会接纳你 于是 让人请来医生 女孩慌张的说 自己问过医生了 自己的身体已经不允许流产了 会有生命危险的 并祈求总裁放过自己 以后生了孩子都不会跟总裁扯上关系 自己会负责的 可男人依旧无动于衷 这时 总裁的奶奶走了过来 命人放开女孩 奶奶对总裁说 既然怀了你的孩子 那你必须娶她 总裁称那次只是意外 自己有喜欢的人 奶奶说自己知道 可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小时候的救命恩人要早找到了 你要是不娶女孩 自己也就不活了 在奶奶的逼迫下 总裁不得不投降 总裁回到房间拉过女孩 并递上一份婚前协议 签了 是什么呀 卢小姐 这份婚前协议 约定好你们的婚姻 可以维系到 哺乳期结束 离婚以后 您必须放弃孩子的抚养权 这种隔地赔款的协议 我凭什么要签啊 你要是不签的话 我可不敢保证 你可以活着离开这里 盛总 我 我还在这呢 你可以走 是 陆小姐 笔给你了 我就算能跑出盛家 也会被夜里打死 如果我签了 至少您精神盛家护佑 不被夜里骚扰 临生产前再跑路也行 怎么样 考虑好了吗 好 我签 位置在哪 真麻烦 记住你在盛家的义务是什么 千万别得寸情绪 哪个不长眼的下人让你进来的 还不赶紧滚到隔壁客房去 我 我安排的 怎么 你还想惩罚我 奶奶 这以后啊 星星就是你的妻子 你们夫妻俩睡在一起 那是天经地义 奶奶 她靠算酒才换上孩子 又凭着孩子 当上了盛世的总裁夫人 跟这样的女人都待上一秒 我都觉得恶心 是啊 夫人 我还是出去吧 星星 别再叫我老夫人了 你该叫奶奶了 奶奶可是阅人无数 奶奶一看见你 你就是个好孩子 这以后啊 你就是盛家的孙媳妇 这个房间就是你的 我看谁敢轰你 臭小子 总之 今天晚上必须给我睡在一起 彼此增进感情 谢谢 他要是敢欺负你 你就告诉奶奶 谢谢升老爸 谢谢奶奶 哎呀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慢点 行了 别演戏了 老太太已经把门给锁了 那我今晚睡哪儿 还能睡呢 地上 谢谢你 别以为我再担心你啊 我是怕你肚子里的孩子 出现问题 老太太又要怪我 是 我会小心护着的 知道就好 本事本强的看着脱离 你干嘛 我不想和你睡一张床 我有不用钥匙 早怎么不说有钥匙 可恶 听说了吗 大少爷搬出去住了 大少奶奶一个人住在住坡呢 当然 他一个瞎子 大少爷怎么会看上他 真不知道为什么老太太会接他进来 我们大少奶奶真可怜 第一碗就多少坑房 好美啊 大少爷真不会连相信 反正他看不见 不容 谁 是我 圣词 你生意怎么变了 你不是圣词 哈哈哈哈哈 啊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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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眼睛居然能看到一些了 臭女人 得救了 圣池是你吗 你的胆挺肥啊 是他 大少奶奶要求救来的 我一直没扛出错 大少奶奶 你也讨厌他对吧 你的意思是 我还得感谢你 不要 你算个什么东西 大少奶奶 我错了 圣家的少夫人 就算我不破 也轮不到你 来人 坐 拖出去 大少爷 老子我爸 我错了 错了 老子我爸 陆星星 你这个水星洋花的女人 装什么 刚才不是还一点想说的样子吗 没有 是他自己溜进来 还假装是你 我连看着你都会觉得恶心 怎么可能会碰你 既然你这么想被我碰 我爸 疼 疼 疼 这就当时 给你的一点教训 别忘了 你的肚子里还怀着剩下的蟲 他要是有个什么好歹的话 你就等着被丢出去为狗 我真的能看到一些光线和颜色了 我要是被盛车知道了 他那么敏感多疑 一定会觉得我诡计多短 不会放过 现在是保密 等我这儿 没水了 还不赶紧滚到隔壁客房去 算 去隔壁客房戏 你是嫌子一命太长了吗 我到哪个房间 你就跟到哪 圣识 滚 对不起啊 我只是想洗个澡 逐温的浴室的 耳朵要是听不见的话 我可以帮你拧下来 我拧下来 回约还想练呢 我需要把我弄到哪 我需要我的东西 行不行我手给你看了 你怎么还不走 我项链丢了 在找呢 项链 什么样 就是一个 算了 谁关心你丢了什么东西 我有着给你五分钟的时间 嗯 终于找到了 这是我父母留给我唯一的东西 可不能丢了 奇怪 刚刚摸到的项链和我的项链感觉很像 难道圣诚会是那个小女孩 你明天拿着这条项链在这里等我 我会让我爸妈收养你 让你以后再也不被人欺负 如果不是当初家里出了变故 我一定会准时赴约吧 今天我在街上看到个小哥哥 好可怜啊 爸妈 你们可不可以收养他 这样他以后就不用再流浪了 当然可以了 我们家星星啊 最善良了 以后星星就有哥哥了 好 不好了 楼下的香水仓库失火了 快来星星 快快快 那场大火带走了我爸妈 也让我失了名 如果没有那场大火 我就会去赴那小哥哥的约 圣诚那么恶魔 怎么可能是当初任人欺负的小乞丐 也不知道小哥哥过得怎么样了 那不约我 那不过 是靠近了 可能不过 那不过 我会十分钟 有帮助 我只是从死 到死 相应 不知道 这么准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